腹部超音波一掃 医生小小关切了一下 陈先生是老病患 B肝代员 认真追踪30年 看起来体重标准的陈先生 这几年有脂肪肝问题 不敢大意 其实国际上曾有数据 全球每四人就有一位 是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 一连好几个人都有脂肪肝 被医生提醒 这天是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和福伦社 免费替几个礼的民众 做肝病的抽血检验 和腹部超音波 在现场脂肪肝频频现中 之前有个惊人数据 肝机会在2021年10月 结合北中南东12家医疗院所 三小时内同步帮40岁以上民众 做腹部超音波筛检 总共1912人 检查异常的有1680人 当中疑似肝癌的有84人 肝硬化6人 174人肝实质病变等等症状 而有1064人有脂肪肝 高达56% 我们在30几年前 是跟病人说 脂肪肝没有关系 只是一个营养过剩 可是现在我们发现 脂肪肝 厉害的话 它也会引起发炎 我们叫做脂肪肝炎 然后发炎就会产生纤维 纤维化如果累积的 越来越厉害 就是硬化 硬化当然是 这个 这个肝癌的高危险群 脂肪肝是国人健康警讯 而以肝癌来说 大部分是肝细胞癌 肝细胞癌85%以上 是和B型 C型肝炎有关 那另一部分 和慢性病毒性肝炎 无关的肝癌 在台湾有重大研究发现 实验室研究人员 快速取出药用的检体 其他的立刻冰回去 小心翼翼 国会认的人体生物资料库 这边有一个全台湾最大的 肝脏肿瘤检体库 这里的冰箱 有24小时的不断电系统 还有稳压器 警报器 随时监控检体的温度 还有安全 可以看到在这里的冰箱 它随时都是设置在 -80度C以下的温度 以维持冷冻组织的品质 这是我们冷冻切片机 在做冷冻切片 那我们等一下会去做染色 看看有没有 我们要的肿瘤组织 一一仔细分析 从五大医学中心 收集来的肝肿瘤检体 从2005年到现在 已经有上万例 这里面放的都是肝癌的组织蜡块 然后这种蜡块组织呢 第一个它可以室温保存 也可以保存几十年 可以用来做切片染色 所以我们这里有几千个蜡块 的话是一个蛮大的研究资源 国卫院人体生物资料库的台湾肝癌网 拥有完整又大量的资料 国际上少见 他们将411例 没有慢性病毒性肝炎的肝癌病人 和840例B肝或C肝感染 有关的肝癌患者做比较 而且挑选同时期 还有相近的年纪和性别比例 研究发现 无慢性病毒性肝炎的肝癌患者 这些人有三个代谢性疾病的风险因子 也就是脂肪肝糖尿病史 三酸肝油脂过高 显著高于B型或C型肝炎感染的肝癌病人 进一步分析显示 在没有酒饮也没有肝硬化的群体 若是三个风险因子含两个以上 男性有七成以上 是没有BC肝炎的肝癌患者 女性则是九成 之前的脂肪肝都只是说 你得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 可是没有人知道 他其实得肝癌的风险高 美国是个肝细胞癌很少的国家 那后来开始多一点是因为C型肝炎 那C型肝炎快治好了 可是他们的脂肪肝 然后这种代谢性的脂肪肝越来越多 然后呢他们已经预料 再过个20年 他们肝癌会大量增加 是因为脂肪肝造成了慢性肝病 所以这个脂肪肝相关的慢性肝病 包括得到肝细胞癌 都是一个全球的趋势 胃教的部分就扩大了 以前避肝吸肝 可能肝脏科的医师 家庭科的医师 可以帮忙再加上肾脏科 可是糖尿病的病人 还有这一个高血脂的病人 实际上他们的比率都相当的高 那所以这一个部分可能未来 像是心存代谢科的医师 心脏病的医师都需要 心脏科的医师都需要进来 以这10年的健保资料来看 糖尿病就医人数 从100年的159.9万人逐年攀升 104年破200万大关 到了109年 台湾有241.9万人是糖尿病患者 成长了51% 糖尿病是不可逆的 但脂肪肝可以 两个脚往下压带子 把屁股慢慢撑起来 很好 对停在这也好 肚子不要放掉 肚子收好 在上面我们做一个呼吸 藉由红绳强化身体的核心 稳定效果和肌肉间的协调性 物理治疗师指导的对象是 肝胆胃肠科的医师刘作才 他从体重破百 成功甩肉30公斤 等于瘦掉一个小学生 现在不能穿了 现在穿的话等一下 如果没有抓好 等一下就往下滑 巅峰时期的裤子 和现在身形差了一大截 让刘作才下定决心 减重的关键是 用这台肝纤维化扫描仪检测时 他一测数值超过400 但标准值才200多 确认是重度脂肪肝 被自己吓到 而他现在回想过去的不忌口 早餐的话过去 那个锅贴啊 一次来个十个啊 然后再加上 两个 两个 我们讲的 那个叫做 馅饼啊 其实那边我们都不知道多少 然后等到后来 我知道的时候 我吓到一跳 一个锅贴60大卡嘛 那些600 600的话 一个 一个馅饼 240 所以说我一个早餐 就吃了1000多 然后换左边跨出去 重心一到左边 膝盖弯下去 现在的他看到食物 反射性动作 就是算出热量 已经和重度脂肪肝说拜拜 刘作才还和营养师物理治疗师 跨团队合作脂肪肝治疗研究计划 帮民众打造非药物治疗的生活形态 像这位林小姐瘦了14公斤 脂肪肝也没了 当时连喝水营养师都帮他算过 因为我刚刚评估说 我可能一天只喝 差不多像这样的水 水壶吧 小孩子一天一次 然后说你的水量太少 然后说你要不要就是 2500到2800之间 以这个频数来算 就是可能早上我三次 下午两次 然后晚上的话就是 之后运动的话就是也是两次 控制饮食 适量运动 减重可以改善脂肪肝 别给肝脏太大负担 减低癌症 上升机会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或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